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9日 上海打笔和卫农 周三晚上,中超第二轮上演上海打笔 上海生花与上海海港将一决高下 上海海港阵容班底雄厚 担心赛季首轮就翻车 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状态 不过上海生花同样不容小 两队过去两季四次联赛交手合局三场 此番再次碰面 双方打获的几率不低 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上海生花依然能保持着不错的竞争力 无锡,曹定,朱晨杰和赵明健等名将依旧在列 新赛季首轮面对金飞西比的广州队 上海生花占尽优势 但他们却没有太多绝佳的破门机会 最终只能凭借着朱晨杰的12码 上海生花一球小胜广州队 次战面对同城死敌上海海港 上海生花需要打醒12分精神 毕竟后者最近十次与前者交手一胜难球 但仔细留意可发现 上海生花过去2季四次联赛对阵上海海港有三场合局 上海生花并不落小风 此番再占对手 上海生花表现值得期待 上海海港并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他们更是吸纳了其他球队不少有实力的球员 张灵鹏就是其中之一 球队经济目标依然是夺冠 不过新赛季首轮 上海海港遭遇当头一棒 面对武汉长江 上海海港没有踢出该有的水准 他们输球又输人 后腰许新染红离场金杖被罚停赛 球队也零比一步敌对手 上海海港需要进入新赛季的比赛节奏 好消息的是 外员辛尼戴亚也已经结束隔离 与球队合练 预计金杖能上场 他的回归无疑让上海海港的攻击线提升一个档次 有了此子的牵制能力 其他攻击球员金杖将会得到更多的空间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订阅我们的鼓励